利弱症就是肌少症前期 肌肉量正常 但肌肉力量下降或肌肉功能降低 事实上由于骨骼肌力量 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 利弱症者会感到虚弱或疲倦 也会增加跌倒风险 而骨骼肌力量退化将会导致功能障碍 甚至增加失能与死亡风险 通常利弱症是肌少症的前期 利弱症跟一般的肌少症的病人比起来的话 利弱症的病人通常会有一些VMI过高肥胖的情形 而且它跟心血管疾病跟糖尿病的相关性是比较高 跟那些代谢性症候群的病人是有相关性的 2025年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届时老年人口占比大于20% 必须注意高龄族群利弱症问题 在日渐高龄化的台湾社会中 肌少症无疑是影响民众最大的病症之一 根据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定定之指引 肌少症的分歧由轻而重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可能肌少症 第二阶段是肌少症 第三阶段是严重肌少症 第一阶段的可能肌少症时期又称利弱症 顾名思义就是利弱症 标准测定方式是握力器测定惯用手手握力 男性低于28公斤 女性低于18公斤 肌少症常常出现在这种七八十岁 明显就是体型比较瘦小的病患 在五六十岁这一群病患 他们得罹患的疾病其实叫做利弱症 利弱症是怎么样子 利弱症的话它事实上是外观 病人的体型事实上没有特别的变化 但实际上它这些肌肉力气变得比较不足了 那因为这肌肉力量不足力量不足的时候 它身体的一个骨骼 包括膝关节脊椎的负担变大 那一旦负担变大的时候 这些关节就容易发炎 若从生活面来观察 打不开胃开灌的瓶盖 毛巾拧不干或无法向年轻时提重物 这都可能是肌少症 也就是利弱症的表现 外观看起来肌肉量是差不多的 是跟一般人的外观看起来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的骨折的风险还是会比较高 没办法诊断肌少症 但可能是肌肉结构或功能退化 有一部分的人称为利弱症 未来也要小心肌少症还是会找上门 如果走路速度变慢 爬楼梯有困难 小腿变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娇娃咖 甚至是过去一年内有跌倒 也都要注意是否可能是肌少症 研究显示 平均每年有62%的老年人 会从肌肉竞泉状态发展为利弱症 有10%的利弱症 会进展成肌少症患者 肌肉力量不足 容易发生跌倒骨折 有90%的宽部骨折是因为跌倒所致 且年长者发生宽部骨折后 大约有40% 无法恢复行走能力 你大举肌肉 如果说你的指根量不够的时候 你的膝盖承受力量更大 更大的时候 你本身膝盖关节就会疼痛 它才会来到我们的门诊来求诊 事实上它的起源并不是关节发炎疼痛 而是它本身的肌肉没有力量产生的问题 那你如何在平常去了解这种情况 比如说你平常可以提一个10公斤的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一下提不动了 力量减弱的一个症状 那这样子的结果可能就会让我们日常生活产生一些轻微的症状 比如说你要平常走路的时候走久了 大腿肌肉可能就觉得酸痛 一时提醒预防利落症或是肌少症的产生 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生活必须维持适当的运动 才可维持肌肉的质量与强度 TVBS新闻张正安何嘉阳蒋志伟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